在新的一周里,我们即将要迎来很多的重要的数据的发布 例如说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 这会对美元以及股市都产生影响 即将要与我们连线的是贾斯丁·欧文 贾斯丁你好 土耳其的AK党出乎意料地赢得了周日的选举 受此影响 里拉和伊斯坦布尔的股市都出现了一些回暖现象 那么我们会在短时间内看到更加稳定的里拉吗 是的,至少会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都是这样的 我不会把大选的影响进入到我的长期的一年的预测之中 再来看一下土耳其的股市 股市取得了一些反弹 主要股指出现了上涨 但是在我看来 目前的利好因素不足以让土耳其经济的反弹 持续一整年的时间 让我们来看一下英国 来自于ICEAEW的史蒂夫对选举后的反弹发表了看法 政治的甜蜜期已经结束了 英国的商业信心出现了下跌 你认为本期的数据会让商业信心出现反弹吗 是的,在本周我们即将要迎来英国房屋价格指数 货币政策以及工业生产指数 尤其是可能出现利率政策上的变化 虽然很明显 在这一周是不会提升利率的 因为通胀目前仍然保持在零左右的水平上 而经济虽然算不上弱 但也并不是非常的强劲 房屋价格的增长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这也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但是英国央行对此不会过度的反应 我们将会在本周的央行会议上看到新的政策变化 再来看一下周五 美国的非农数据将会被公布 前两个月的数据表现都低于预期水平 这一期的数据是否可以超过18.5万呢 以及这会对加息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非农就业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干扰性很大的 让人困惑的指标 但并不是美联储最为看重的数据 如果说该数据表现良好的话 那么自然会增加升息的可能性 而如果在本次的会议上进行升息 我认为这将会出乎70%到75人的意料 我个人认为在下一次的会议上 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升息的信息 但是这仍然缺少足够的升息条件 本周公布的非农数据 也是不得不去关注的一个数据 好的 贾斯丁 感谢你的参与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